娱乐中心蔡佩玲报道KID儿子现身接机 图翻设字KIDIG 人KID林博生在2022年 与爱妻Rater结婚后 去年生下一子慕 今年又迎来女儿朵朵 正式升格为二宝宝 日前国录制节目外景 因此有11天的时间不在家 回国的KID马上晒出儿子慕 目前来接机的超萌画面 兼吸引网友关注 KID今30日透露在土耳其的时候 都为儿子会忘记他 所以贴心的老婆为了让KID可以 快看见儿子 于是就带着木木到机场接机 从画中可以看到起初 木木远远地看着KID 本来KID以为木会冲上前拥抱 结果似乎因为太久没见到而有 害羞 KID笑说父子两人经过交流之后 马上又回到 前的我们不止如此 木木还督其小嘴深情献吻KID 见父子感情相当好 最后KID表示短短一分钟的影 对他来说非常有意思 他还不忘表示自己还有 个女儿要回月子中心了 影片至今也吸引超过80 人观看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 不要骗人生小孩 喂 妈 我看到眼眶泛泪 木木吻的好深情 KID儿子害羞吻 图翻设字KID 是有误言的 有误言的 我会知道你 或者是在这里 有误言的 对他来说 我会看到你 你有误言